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席者虽然众多 不过并没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整个集会和平进行 为了维持秩序 在场也有许多警察助手 但是以莫一定受到媒体询问有关董总和平集会的问题时 再三地强调 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 并没有边缘化华小和华语的发展 莫一定坚决认为董总的看法和想法是错的 她说教育部将会寻找最适合的替代方案 来提升华小生对国语的掌握能力 另一方面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旭某一帝指出 政府将考虑开放公共服务奖学金 给报读文凭课程的学省 还有年龄25岁以上报读大学文凭的学省 如此一来将有更多学省受惠于公共服务奖学金 副首相表示 目前国内有很多单位和机构 提供奖学金并且没有年龄限制 只要申请者符合资格就能申请 但是公共服务局却例外 现有的政策是 申请者年龄不能超过25岁 报读文凭课程的学省也不能提出申请 摩西定说 政府考虑放宽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申请条件 这是配合马来西亚放眼要成为区域教育枢纽的其中一项措施 她强调 打造区域教育枢纽不是一项口号 政府正积极推行各项措施以达成这项目标 摩西定为总共两天的全国大专生领袖大会主持闭幕仪式后发表这项谈话 在仪式上她也提醒青年领袖捍卫过去国家领袖的斗争基础 确保不会轻易遭到反对党破坏 她说反对党经常设法阻止政府施行转型计划 这些计划一旦脱离轨道 我国将无法达到先进国目标 第66届巫统代表大会的穷因逐渐逼近 政治分析家普遍认为这是巫统巩固军心 迎战第13届全国大选的最后战役 如此一来首相兼巫统主席德尔逊纳基 难免背负着领导政党和国家向前迈进的重任 面对重重难关与挑战 首相今天难得使出一招 留取担心赵汉清的心理战术 来听听看他的心情剖白故事 面对第66届巫统代表大会 和第13届全国大选的强势加工 日理万级的首相选择以尽忠职守 尽力做到最好的精神来应对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精神来应对 这个月29号到12月1号 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行 首相不忘敦促全体巫统党员 化解党内部分争 以免影响团结士气 与此同时 巫统也会草拟全面的选战策略 迎战大选 确保选民可以继续在国阵的带领下 享受各种福利 在四年前的全国大选 在野党一口气夺得五州政权 和打破国阵三分之二的国会多数议席 308大选因此被形容是我国政治海啸 四年过去了 副首相丹旭姆怡定指出 目前民连执政州属的局势 已经出现许多变化 国阵可以重夺失去的州属 他甚至不排除政治海啸 将发生在民连吉兰丹州堡垒区 副首相姆怡定出席 全国大专生领袖大会闭幕仪式的问答环节时 被问到国阵是否有能力 在下届大选夺回反对党执政的州属 而做出了这项大胆预测 不管怎么样 他并没有进一步透露 是基于什么原理 推算吉兰丹州将刮起反风 另外在记者会上被问及 政府是否允许海外学省邮寄投票的课题时 副首相透露 明天将会举行一项会议 研究是否有必要修改宪法 允许海外学省邮寄投票 而会议结果将在近期内公布 目前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已经同意 让选举委员会采取适当措施 允许海外公民投票 不过一切计划 还需要通过修宪后才能执行 反莱纳斯稀土场的绿色苦行队伍 在今天下午5点完成了300公里的场征 抵达吉隆坡独立广场附近 这批以黄德为首的和平请愿队伍 准备在独立广场扎营留宿 希望首相达吉能够在明天上午前去接见 并且聆听他们的诉求 不过警方表示苦行队伍并没有获准在独立广场举行集会 全国副警察总长 在雪兰俄州出席一项活动后表示 根据和平集会法令 集会的发起人必须在10天前向警方提出申请 但是绿色苦行队伍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他们也没有获得吉隆坡市政局的批准 使用独立广场作为集会地点 警方曾经尝试联络集会负责人 但是对方并没有回复 但是如果我们没关系 他们也没有回复 但史里卡利表示 苦行队伍徒步抗议 一路从关丹步行到吉隆坡的做法 已经抵触法律 谈到当局会采取什么行动时 他说警方会配合吉隆坡市政局的决定 依据法律来行事 绿色苦行队伍昨天跨越彭亨边界 进入雪兰俄州 大约2000名支持者前去迎接 今天有超过一万人跟随苦行队伍的脚步 走完最后一段厂征路程 抵达独立广场一带 目前独立广场正在进行装修工程 而已经被封锁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德罗旭曹志雄呼吁全体国会议员 响应拨款5000令吉 为贫困家庭修建房子的计划 让低收入群体拥有比较舒适的居住环境 曹志雄在要罗市打出席一项活动时表示 今年这项计划只接住了全国17个贫困家庭修建房子 这和房地部定下的目标有一段距离 曹志雄指出 如果所有的222名国会议员每人拨款5000令吉 那么每年就会有大约2000户家庭从中受惠 在2009年 这项计划因为得到私人界发展商的赞助 所以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目标是 全体国会议员都能响应这项计划 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低收入群体 能够拥有比较舒适的居住环境 为期五天的第二次大体模拟手术 在今天正式结束 在大体老师的亲属和朋友的见证下 马大医药中心在今早进行了送别仪式 让参与模拟手术的90名医学系学生 送大体老师最后一程 而这次的大体模拟手术 还有韩国医疗团队特别前来参与 试用一种新研发的切除职场仪器 早上八点开始 大体老师的亲友们 纷纷聚集在马大医学系的小礼堂里 参与模拟手术的医学系学生 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感受 四位大体老师的亲属也各自发表感言 他们都表示尊重往生者的意愿 并对亲人生前的决定感到无比的光荣 据了解全国已经有130人完成大体捐赠注册 还有超过500人的大体捐赠注册程序 正在进行中 主导医生陈庆华教授指出 这次的大体模拟手术的突破 就是韩国医疗团队特别前来参与 试用一种新研发的切除职场仪器 这次在韩国就过来了12个外科医生 给我们试用一种新的仪器 再由我们的大体老师进行新的手术 用新的仪器 他们所发现的那些方案 那些办法都能够造福到其他病人 分享会结束后 四位大体老师的棺木 一起摆放在医学系院的中央广场 让亲属和医学生瞻仰和线上鲜花 随后官木便各自抬入领车 在亲属护送下送往火化 RTM王子斌采访报道 埃及反总统沃尔西的全国抗议进入第四天 法官俱乐部也呼吁法官罢工响应 稍后回来